诶 可是你那时候 好像为了坚持室内设计 有一度还跑去开计程车啊 对 这是个故事 当然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行很妙在哪里 就是说你只要不要饿肚子 你就有机会嘛 那我们也不是家里有钱嘛 我常跟一些朋友分享就说 我如果今天没有饭吃的话 或是没有钱饭的话 我就要去睡路边了 对 对 那怎么办 那我先让我自己不要饿死 不要睡公園 那 那就晚上开电车嘛 那晚上开电车白天可以干嘛 白天拿案子找案子嘛 白天做事嘛 那晚上我真的去开啊 我还为了这去烤电车驾照 驾照那个职业登记证我还留着 那运气也不错啊 其实事实上开三个礼拜而已啦 就活到现在 就有事 而且不软的案子 可是我觉得我至少有那个勇气 我常跟一些后辈 一些年轻人说 你们缺的 像就是缺我这个精神 对 真的 大家要的都说 我先找亲朋好友 然后呢 再来做了以后 我再来找案子 错了 对不对 因为你认为 你有家里睡 有家里吃 所以你就没有后顾之忧 对 所以你的坚定性会不够 就是不够有决心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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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